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iny 特麦,4月26日至2日 李宗盛,抱歉 Tiny 特麦,4月22日至28日 連續7日有這個精彩預售 今次是INNO 64 1比64系列 日產R32戰神Pandom電腦版,預定版本 預定就一定有的 另一個產品就是Tiny自己自家品牌 1比76,SkyNia香港消防泵車的商品 都是22至28日在Tiny的網上和實體店 有得預定的,價錢都是一樣 169元,大家留意一下 好,玩具TV第十四季第三集 哇,今天就開心 我當然開心 旁邊已經很開心 很開心 這些玻璃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今天特別精神 沒錯 無論如何都好,先介紹一下自己 旁邊的兩人和Brian 旁邊的英俊 兩個年輕人 Lady First 好,我是Masaki 我是Tiny的員工 我是Gary 也是Tiny美影的同事 你兩人上來當然要跟我們介紹一下Tiny 就是剛才說了兩天 雖然我們剛才做了很硬性的廣告 我們現在就介紹一下產品 大家可以清楚裡面的產品是什麼 找了兩位其實都算是專家 剛才我們都弄在這裏 我們對產品的認識是非常深厚的 只能說錯弊 剛才你留意下 下個禮拜有一集很詳情 關於7.11的預訂系列 蝦咪會有的 雖然我們已經拍了 沒錯,但就不出街 大家期待 留意ToysTV和Tiny合作的那一集 德哥進遣豐收 是 不得了 德哥 不需要你了 我們可以直接拍攝車 沒錯 今晚介紹這個 也算是爆玩具 因為其實都是貨 預訂 先說第一輛 這次真的是戰神 R32 Pandem的改裝車 先說了一個品牌 這個叫做觀賞模型車 這次先說明 不是推一下推一下玩的車仔 這次真的是小比例 1比64的觀賞車系列 這輛車有很多特別的東西 聽聞 首先說你的顏色 其實你見到它和普通顏色不同 是電導版本來的 其實比較難做的電導版本的車仔 為甚麼呢 因為它的技巧又很高 不是普通的 就是二因 所有東西要做到 真的是一個比較難做的技術 電導車一般的損耗率很大 通常一般車的損耗率很大 一般車的損耗率很大 但電導來說是十幾% 即是我弄了一百架 可能有十架是不行的 對呀 特別是瞬瞞 電導版本是任何操耗車 甚至塑膠件都是非常難做的 對呀 所以大家如果訂了就一定有的 但如果大家經常說 我不訂了 等現貨 可能真的不好意思 有 你就多給幾個東西 就少了 或者幾兩塊水 就可以做到價 即是因為生產比較容易 即是比較多 即是破壞率 所以就不能夠保證到 例如做二千架就二千架 可能一分鐘做二千架 只剩下一千六架 都不出奇 所以現在如果預訂的好處 就是Tiny怎樣都幫你 或者這間公司怎樣都幫你 做到這個數量出來 所以我們買玩具 買玩具 也好 我們經常有句話 早買早享受 有多幾個 這間公司 有多幾個 有多幾個 如果有多幾個 大件事 這架車本身也很大 一架也很足夠 我反而想吐槽一點 其實剛才跟嘉賓聊天的時候 本身在鏡頭上都已經 整架車360度看過一轉 本身大家都可以留意 我不知道這架這麼漂亮的 Sony Alpha 7 細緻度去到哪裏 其實如果留意本身車的 就是剛才所說的電腦上色 還有本身側門的拉花 甚至是車大檔裡面的座位 防滾架等等的細節位 是非常細緻的 坊間一般 不再說 TOMICA 或者一些非官上車 鐵車仔系列的精細度 是不同層次的 德哥很熟悉 不是我喜歡 我怕是那個微啡色 因為你留意 例如Ling Tai 那些移印 其實很準 很漂亮 還有本身看回防滾架 我想車尾的影響 會比較容易看 更多 所有穿色都有做 除此之外 例如座位的 Belt 紅色的帶 黃色的圈 也做得很足 所以整架 雖然很坦白說 我自己是喜歡這樣玩的 但作為一個觀賞車 這架是有很高的質素 對 剛才提到拉花 電導完再拉花 我想是令到難度難上 更加 更加 因為不可以說 拉了花的電導 還是電導了再拉花 損耗就會更加高 我第一次看到電導的東西 再引發 比較少有電 真的比較少有電 因為風險也是太大 對 電導可能就這樣倒上去 之前阿丹德哥說的 TOMICA 可能倒上去 一架銀色 特別是板 很少再拉其他東西 所以這架也值得期待 對 值得收藏 還有這架GT-R東營戰神 如果有上一年支的車友 這架真的蜂魔了30輪 不用了 我這年紀都很喜歡 到現在這架車型 都不會覺得是外出 所以這架真是戰神 太經典了 不過我唯一吵少少少 我很想看它的車底 但是你始終要拔螺絲 我不知道它的車底 有沒有製造了本身的細緻位 這個我想 如果大家有訂到 拿到回家 拆開你通知我 留下一點神秘感 既然兩位上來 就要問一下 INNO64 因為我車仔近年 沒有怎樣做 其實INNO64這個品牌 有沒有一些背景知識 給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是一個外門品牌 是嗎 專門做一些賽車款式 街車款式都有的 專門做一些收藏模型車 就不是推得那一架 它也是推得的 但其實它最主要以模型收藏 對 你看到每一輛車 都有底板 還有車子 還有距離合 追求細緻 對 看見它內林都做齊 哇 老闆或公司是否跟賽車有些關係 因為澳門每年都有聖誕的賽車 對 所以它是否澳門公司更加喜歡賽車 對 很多朋友都是賽車 對 還有有些關係 有些合作 對 除了賽車 其實他們澳門有時都會擲 booth 有些賣物的攤位 他們每人都會參與 對 最近澳門賽車有些地方是賣紀念品 對 對 是否他們都會在那裏出現 都會出現 對 剛剛經過了19年 19年 對 我們都會參與 對 那他們會不會推出很多澳門相關的產品 那些賽車女郎 很棒 不是 賽車女郎都是有關注 但是澳門樂備賽車 樂場的賽車 他們會不會都會出現 有些經典的賽車 因為東亡羊都是一個很經典的賽車 對 亦都會出現過很多不少經典的戰車 對 所以都會出發 上年可以出過一個島馬 M3 M3 很懷舊 我小時候真的看著M3很威風 我小時候看電視 那我也是電視 我都會看電視 電場看 電場看就很有趣 不知道 當然是 好 不如說說第二架 我們香港的消防車 又有什麼好東西 這架就是Scania的消防車 除了Scania之外 可能大家會看看鏡頭 看看這個位置 其實它有一個Logo 這個是SK FIRE的Logo 這架車有兩個拉臣 Scania和SK FIRE 是1比76的消防車 其實我們之前沒有這個比例出現過 對 可以配合其他車一起玩 特別一點是 車頭上有一個黃色的消防帽 對 對 其實為什麼這樣做呢 其實這是一個細節 可能大家未必留意 其實每個 我們出家叫做消防車 其實有時候 消防員 你都知道緊急的事 消防員可以出動 所以他們都會摸在車頭上 方便自己 盡快 立即可以去到現場 可以行動 其實都是很合理的 對 之前推出過的模樣車 可能比較少 有做這個細節 我們這次就有做 其實很搶 你把頭盔放在車頭上 你紅色和黃色的狀 看起來真的很鎮定 近期我發覺香港的廠家 真的有一種特點 就是熱血和細緻的追求 其實我玩這麼多年 很少看到車內 有些車內不屬於車的部分 車內不屬於車的部分 車內不屬於車本身 即是頭規 是士巴勒 做在裡面 有些動物 或是人 其實一般我們玩的車 真的沒有 確實 這真的值得加分 這件事我們做了資料搜集 因為我們實地搜集 我都用心 就是設計師 要拍照 各樣東西 因為要畫得像 資料很充足 那你去拍照的時候 設計師 需要正式申請 或是在街上拍照嗎 其實他們是在街上 看到車出車 可以拍照 追著車來拍照 兩樣都有的 有時消防車 所以我們都認識少少人力 可以進去消防局 可以拍照這麼珍貴的車 當時我真的有八卦 有沒有CAT圖可以做到參考 有沒有CAT圖 為何我們有時這麼高興 出生了 對 也不是十月懷胎 那麼簡單 可能 容易做單位 對 畫了兩三年都有 其實車身 甚至是車底 或是車籠 在車身裡面 本身都跟足了真車 所以我相信 這個兒子出生的時候 整隊隊應該都很高興 都哭了 當然如果是好賣的 你老闆又高興 大家又高興 老闆開心到哭 對 有這麼乖的同事 都很開心 年輕又為的 年輕人 又對車有這麼熱血 好像老闆一樣 實在是好划算的 我可否再說幾句 你老闆有看 不用擔心 我老闆有看 我都很開心 老闆說 經常都說 新宣市 或是車身很貴 或是車身 對 其實是否每一款車 都經過不少的步驟才能做到 對 很多車背後都千錘百年 經歷盡艱辛才能飛出來 對 所以不要罵那麼多 其實很多東西 都經過很多難事 對 很猛 當然我都知道 大部份的車迷都會罵 因為其實以這樣的價錢 以及這樣的性價比 你見德哥就知道 這麼多 夠幾歲 我這些叫做 儲了幾個月就買到 就亂買 就亂買 所以他們說的 不是吧 不只是 那是幾個月的 應該說 他不是買一架 吃少餐飯 吃少餐飯就會死 基本上 這麼大 你不要聽德哥說 這是什麼 隱藏的土豪 好 我們真的要講到這裏 我特地要截住 沒有辦法 再胡車下雪 很感謝這兩位 今天來聽人 是Mary 和Yasaki Yasaki Yasaki 這就是大年齡 我第一次聽他們 Yasaki是什麼 是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部份的觀眾都知道 Yasaki是什麼 應該只有你一個人知道 算了 我們轉換下一個 好 妨礙著兩個年輕人 不要這樣說 我們榮幸之治 希望我們有機會 都會再來我們的直播 最遺憾就是 後面那兩個沒有出鏡 有機會 又有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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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會選擇 老闆 不是 就是這樣 是呀 是呀 不是我會說 其實他很厲害 不算了 別再說了 待老婆看到就算了 好 我們今節說到那麼多 待會繼續 不要再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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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